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我是童文勳 昨天我們福倫社就是邀請了 其實我常邀請這個年輕人就是科技人 來上我的節目就是Philip 那他到我們福倫社來演講 我們請那個導播上來 這個福倫社演講這個專題 他在講元宇宙 那因為現在元宇宙這個題目很夯嘛 所以就昨天就請他來演講 那如果說他有時間的話 我還是想請他直接來節目跟大家分享 這個他講元宇宙真的講得非常的精彩 深入簡出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 其實元宇宙可能他就是一個 一段時間的一種炒作 那炒完之後呢 你敢不敢去投資所謂的元宇宙概念股 那也可以從 他說明之後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斷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就是剛好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呢 我們也請導播進來 就是這個是一個 好像是釀酒的做啤酒 他名字叫做和魚賣酒 那在臉書上面其實有 我發現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像跆拳會的邱伊玲 他們都有去這個臉書的粉絲頁上面去按讚 那他的按讚數在這個事件之後可能有退戰 可是至少他的按讚數還有一萬四千多人 那賣這個在臺灣當地釀的這個啤酒 一開始他的品牌定位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臺灣在地的啤酒啊 所以當大家去支持他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是基於什麼因素去支持他呢 是因為他愛臺灣啊 支持臺灣在地品牌啊 所以銷售應該還不錯 但是這個負責人本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陳相權 或是陳相權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Chen Robert Chen 他在一個叫做農藝女孩看世界 我們知道農藝女孩看世界 他有很多的政治的觀點 事實上是傾向綠營的 那他去他的粉絲頁上面 只簡單的留了一句話 就是罵他是塔綠班 那講這個事情呢 用情緒化去批評 然後不針對問題來做討論 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後來呢 因為大家都搜尋到他嘛 所以何愚賣酒就被攻擊了 那何愚呢被攻擊之後呢 經過一天 我看這是18小時之前的事情 經過一天他公開道歉 然後道歉的言辭也非常的鎧切 可是你從下面總共大概有四千多則留言 非常的不容情面 不留情面的攻擊留言 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這些人是不是本來是 何愚賣酒的支持者 還是說他真的有給他訂單 但是這種攻擊的不留情呢 以及到了不理性的這種程度 我覺得跟所謂的中共 對待台灣的藝人到中國去發展這些藝人呢 這個手法是一模一樣的 而何愚事件呢 何愚賣酒事件呢 其實就是我們剛這樣講的 這就是元宇宙的縮影 那從何愚賣酒 我們可以來理解什麼是元宇宙 那要理解元宇宙呢 我想明天又是星期五了嘛 所以我們星期五的時候 我們再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跟大家介紹幾個影片 是討論元宇宙的 那看完之後應該大概就知道 元宇宙在幹什麼 那所以講這個元宇宙呢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講我們在現實生活之外 我們要吃飯啊 我們要有一個地方可以落腳啊 住家啊 我們要跟我們的親人朋友 我們的工作職場 這些人要做互動 我們走在路上會跟路上人做互動 這是現實的世界 那可是我們有很大的一塊空間 現在已經移動到什麼呢 移動到虛擬世界去 甚至我們有很多的支出 也都是在虛擬世界 比如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 有價值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去參加去看一場演唱會 或是我們去看一場籃球比賽 你要買門票進去 你要移動 你要花時間 花成本移動到那個現場去參與那場演唱會 或者是說我們去世界各地旅遊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國內還是可以進行旅遊 我們為什麼要親身踏到那塊土地上去做旅遊呢 原因就是因為 就像佛經所說的 人是怎麼樣 什麼東西構成的 眼耳鼻舌身 然後就是我們的意識 是 眼耳鼻舌身 是 那這個事呢 你有不同的層次 就是我們是清醒的 主元神非常清醒的狀態 還是我們是好像有點模模糊糊的 是在異想的 事實上是辦睡眠的狀態 我常說其實有很多人走在路上都是睡著的 那甚至很多開車的人 他們用直覺法在開車 一邊開車一邊在想很多的事情 所以根本就不注意交通耗制 像我最近常經過內湖的行善路 有從高速公路下來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下砸道的這樣的一個 專門用的這個燈號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平面的車道的專門用的燈號 那下砸道的人如果要右轉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綠燈 要右轉 可是有很多平面車道的人 看到下砸道的綠燈的時候呢 他自己就開車就往前衝 事實上他是喘紅燈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呢 就是有很多人開車的時候 其實就是腦袋是放空的 他是睡著的 他雖然在開車 可是他是用下意識的本能的方法在開車的 所以一旦他發現說前面有綠燈呢 他不去看說那是下砸道專用耗制 不是平面耗制 於是他也啟動了 那有很多的車禍會因為這樣子而產生喔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眼耳鼻舌身的這一塊呢 有很多的現在的科技 事實上已經可以讓你 不用移動到現場就可以參與了 所以這個就是AR VR的 這種科技的發展嘛 所以我在幾年前去過以色列喔 其實他們那時候就已經發展出來就是 就是你戴上這個3D的 這樣的一個視覺的眼鏡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 他不是說你插在這個眼鏡前框是一個影片喔 不是喔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喔 你手可以動 而且可以抓東西可以處理事情 當然那是在一個虛擬世界 所以你在那個情境裡面 甚至你在跑步的時候呢 這個跑步機你戴上這個3D的這個眼鏡的時候 旁邊會有一個人 你設定的一個虛擬的人 看你喜歡誰 你可能喜歡哪一個影星 難道他就陪你跑步 還一邊可以陪你聊天 所以跑步機的這樣的一個運動呢 就變得不是那麼的辛苦了 其實就變得很有趣 然後他甚至可以設定每一天的劇情都不一樣 他甚至可以讓千里之外的人呢 都可以相約一起來跑步 所以你實體上你的身體在跑步 可是你的意識你的感官呢 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也許你跑到了很有名的羅馬競技場裡面 在羅馬競技場裡面跑 甚至你可以聞到羅馬競技場的現場的味道 因為這些虛擬的這些味道都可以用刺激的方式 用化學合成的方式 讓你可以生利其境 連溫度 連太陽的那種感覺都可以透過這個 ARVR的這樣的一個眼鏡呢 可以讓你有那種臨場感 所以到目前為止除了觸覺之外 就是觸摸你這個觸覺之外 有很多的感受 聲音啊 影像啊 眼睛 耳朵 鼻子 都可以利用這種科技呢 讓你在虛擬的世界 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榮譽 你也可以創立你的品牌 你甚至可以經營你的企業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合於賣酒就是元宇宙的縮影呢 就是現實世界他在賣啤酒 然後也有他的市場 也有他的支持者 也有他的訂單 可是今天因為他在虛擬世界 他在社群的網站上就是虛擬世界吧 那你在虛擬的世界一句話 用你的企業主的一個人名 他叫Robert Chan 對不對 Robert Chan 留一句話 可能到最後導致這家公司 必須要倒閉 有人預估說 這家公司可能撐不過六個月 在這種攻擊之下 可能最終的命運就是 公司結束解散 你換一個品牌 重新做 可能還有機會 那如果持續要用這個品牌來做的話 一次的道歉顯然是不夠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元宇宙的縮影 我就必須要去看一看 就是說 什麼叫做中共同路人 他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我們對於每一個人政治主張 應該不要這麼嚴厲 應該有他的寬容的空間 你主張獨立 你主張統一 都一樣 要互相尊重對方有言論自由 以及政治的自由 但你如果用惡意的 或者是說 你是用 會激怒對方的這種不當的言語 比如說現在方方 之前這個藝人方方到中國去發展 他甚至說 什麼要 習近平要教訓台灣 打兩個耳光就會痛了 這樣的言語 事實上都是 自取其辱 這是不恰當的 你會在元宇宙的空間 以及在現實的世界都會受到創傷 可是我們不代表說 元宇宙就會取代現在的現實社會 現實世界 這個可能性不大 因為有一天 也許 世界突然發生了什麼斷電的事件 比如說太陽的風暴啦 太陽粒子啊 這個昨天 跟Philip在演講裡面 在我們福人士的演講裡面 就分享了 有很多的意外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不是分享一個電影叫做 Don't look up 不要千萬別抬頭 就講說這個彗星撞替球 帶來的災難 那實體世界還在 可是呢 所有儲存在電腦空間的這些虛擬世界的東西 就會一秒鐘之內可能就會完全不見了 好 那你的財富 你的投資 你的數位貨幣 也會一夕之間就完全不見 好 那你說彗星撞替球會不會發生 其實昨天 在我們不知不覺中間 就有一個 在兩個世紀 就是200年內 好 可能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彗星 這個彗星的這個直徑有1000公里大 那這麼大的一個彗星呢 一個小的 小的小的行星 插身而過 跟地球插身而過 所以 我並沒有很關注這個新聞 那插身而過了 躲過一劫 那現在 再下一次我們會遇到這麼大的一個小行星 大概還要在200年之後 那當然我們要相信說 有人在監控這件事情 然後世界最大的強權美國 他們可能有能力克服這樣一個彗星斷 撞地球的災難 但回到這個我們講 為什麼一句塔綠班 會惹來一個企業可能會結束 那道歉也沒有用 那如果道歉有用就要警察幹嘛 可能有人會這樣回答 你就看那 所有的留言這些宣明 大家可以去看 非常的殘忍 我覺得那種感受 就像我們看到 中國的這一些網軍 或是中國的鄉民 他們在攻擊 在用國族主義 用民族主義 用所謂的統一的概念 在攻擊 在不就事實 不給別人言論自由 的空間 那他們的利潤都一樣的 什麼利潤呢 他們認為一個人沒有政治選擇的自由 一個人沒有這個 你到中國去發展 那你就必須要支持中共 你必須要福音他們整個集權體制的一個思維 你不可以行差踏錯 否則你就不要來中國賺錢 所以除了你的藝人 本身的表現才能之外 你最重要的就是政治要正確 如果你政治不正確 你就不要來做生意 那對於何於賣酒 這個事件來說 情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呢 因為有一個情緒化的發言 惹怒了大家 即使你後來道歉 也不被接受 然後大家就發現說 你這個品牌啊 原來不是他們所想像的 因為你攻擊 這個東西女孩看世界 那所以他們認為你這個品牌呢 不是來臺灣的品牌 不是說你在臺灣生產 你確實是一個Made in Taiwan啊 的品牌啊 那酒好不好喝 你喜不喜歡 你要不要去支持他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 很平常的一個買賣 不是的 它變成是一種品牌的定位 因為先把他定位成是台派 愛臺灣本土的一個產品 所以這些人才去支持他 那你說 因為喔 突然發現說原來他可能是韓粉 他可能是柯粉 所以大家對他非常厭惡 那麼也就請可能是柯粉或是韓粉 去買他的產品 那台派的人通通都不支持他了 所以我們可以 繼續觀察就是 何於賣酒 的這個事件 到最後這家公司 是不是真的會在半年之內解散 好所以我的整個感受是這樣子 我認為所謂的塔律班 認為塔律班是一種羞辱的言辭 可是當你的行為就是被罵為塔律班的 這樣的一個完全一致的行為跟思維的時候 那究竟是不是塔律班 就是啊 而且塔律班其實這種 這種惡性的 我們難道不會從上次的駐日本的外交官的死亡 得到教訓嗎 你在網路上集體這樣霸凌 事實上對人的心靈的創傷是非常重的 那麼你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去指控別人 用這種三情的辱罵的言辭去罵別人塔律班 那你要同樣的方法去折磨他 這樣對嗎 就是我們說不可以殺人 結果你們動刀去把他殺了 這樣對嗎 如果殺人是不對的 如果在網路上用言辭霸凌是不對的 那麼我們都不應該這麼做 而當有一個人他對他的錯誤的行為 忏悔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考慮說 他是為了他救他的公司 所以他才來做這種虛偽的 噁心的這種道歉 那不然我們為什麼還有更生人呢 即使真正犯罪的人 你都會給他更生的機會不是嗎 這個社會必須要互相尊重 然後有人要願意道歉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接受的 可是很難 就品牌來說 對商品來說 如果直接把他跟負責人個人的行為 做連結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種元宇宙的這個教訓呢 應該可以在歷史上被記上一筆 但塔綠班到底是不是塔綠班 從一個人的言行可以決定你是哪一國人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種塔綠班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那是非常恰當的 恰如其分的 因為就一模一樣 就一模一樣 你看那個言論 跟所有在什麼攻擊台獨 什麼綠區 用這種言語的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因為政治的傾向 而陷入這種 好像真的是仇恨的敵對的狀態呢 完全不需要嘛 互相應該要給對方一點寬容 大路可以走 如果有一個人因為各種的教訓 可能因為商業的教訓 對他來說有財務的損失 所以他突然翻然的醒過來 他不應該用這樣的言辭去辱罵別人 那你應該要給他寬容的機會不是嗎 我們今天在講論文的問題 我卻覺得很感慨 有些朋友認為說 哇台灣有太多問題應該要去討論 這件事情不要再花時間去討論了 理由是什麼呢 繼續討論下去的話 你所挖出來的資料可能會被有心人利用啊 那有一個優先順序啊 反共還是要優先啊 我說你這什麼邏輯啊 這什麼邏輯啊 我認為不管誰選上 台灣的命運由國際局勢來決定 所以不要用誰選上誰不選上 而決定我們要不要說謊 我們鼓勵每一個人應該要說實話 然後我們就只有這個實話為基礎 這個國家才會成為真正的構格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 民主國家 否則的話這些只會用霸凌的方式 辱罵的方式 然後不讓同樣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人 有呼吸生存的空間 那你跟中共有什麼兩樣啊 你早就已經成為他們的國人了 同一國的啦 港國的啦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下一段進來 是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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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农艺女孩看世界他们为什么会起言语的冲突 最主要就是现在大家对于我们现在有这个凤梨世家 现在凤梨世家大出嘛 然后其实很好吃品质很好 就是太甜了 然后又因为中共的因素 所以那个订单被断掉了嘛 所以大家就说鼓励啊 大家买啊 吃啊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你的政策 你的长远的 你的农业的布局 比如说一个东西因为它的利润高 所以大家都一窝蜂去种它 产销供应这一块 以及你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然后每次中共用政治的手段来对付你的时候 我们踏法它 认为这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也要认清楚一件现实就是 你说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从来没有这个可能 所有事情都有政治因素 而当中共以政治因素来凌驾你的时候 来霸凌你的时候 你今天在台湾又用自己 又用同样的方法去霸凌一个台湾的厂商 这对吗 所以我说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 如果你一旦有这样的言行的时候 所以还是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不要随便辱骂别人 要么说对方是塔绿班 要么说对方是绿区 还是说中国猪滚回去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对待对方呢 我不能够明白 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行 所有事情就是论事 如果我们要讨论凤离世家 我们就讨论凤离世家 我们讨论台湾跟中共跟中国 有没有可能政治跟经济可以分开 如果不能 我们就应该有正确的策略 对不对 而不是你继续ECFA 然后呢 又在本土催眠大家 好像你真的有一个要修宪 要台湾独立 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主张 没有啊 都在骗啊 那所以今天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这几天出现这个事件 庄丰家 华氏的总经理庄丰家 到底要不要辞职的问题 两党的党鞭为什么合起来 还欧打痛欧庄丰家 这当然是有时间的因素嘛 就是在最近一些包括公投啊 好这些政治动员的情况之下 那庄丰家的一些言行呢 就变成了标靶 包括他说 国庆日那一天呢 是什么 幽灵国的国庆 那就有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就说 那你领的薪水 是不是直接发给你名字就可以了 因为是幽灵国嘛 那一个国家不正常 我们没有正常的国家 可是你不能说这个是幽灵国啊 后来他还出来道歉了 然后再来庄丰家过去 当然在NGO时期 他是一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嘛 然后他曾经在某一个媒体的时候呢 也曾经对我邀高 所以我在实体世界 不是在元宇宙 我是认识庄丰家的 那他也是一个侃侃而谈 然后过去形象都非常好的一个媒体人 但是坐在华社总经理这个位置上面 确实有事情可以商榷 我觉得就事情的部分来讨论 这是可以商榷的 那你不能说我们今天说 新闻自由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干涉我 包括预算都不能干涉 为什么 华市长期以来亏损 所以历任的华市的董事啊 对于华市的资源资金要从哪里来 你是一直要卖资产吗 华市确实有一些地 还是有一些土地 你是卖资产吗 还是你必须要找到方法来经营 这个电视台 国家的澳元的经费之外 还是年年亏损 而那种亏损大到你 你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你说一个媒体一定都不能经营得起来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经营的能力 经营的绩效 本来立法院就应该要监督 我说我觉得这个不能用这个新闻自由来逃避监督 那这是其一啊 其二我对于这个事情我也非常有意见 我对于华市用经费来支持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而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后面是几个记者嘛 然后呢 他们有通天的本事 把所有事实都查核过了吗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还跟脸书合作 在疫情期间 对不对 有一些事情 甚至有一些 脸书的使用者 有一些user 到最后被移送了 那凭什么 你都在贯彻所谓的 蔡政府的政策 做一个宣讲 然后只要有不利蔡英文的 或是 其实就是一件真正的事实的 一个澄清 或者是说一个事实的传述 都要被你标为 这个不实 那你凭什么呢 你就是利用所谓的 事实查核 来做言论控制嘛 这个事情跟我们前几天一直分享的 从王太立那个案子 我们一直在分享的 言论自由的范畴 法律的界限 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是有绝对相关的 而王太立呢 现在又是华世的所谓的公平人 那他又在攻击我们的这篇文章 在思想坦克这篇文章里面说 诶 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已经多次说啊 有关于蔡英文 没有学位论文的问题呢 里面有 含有不实资讯 这种糊弄方法 他用的就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 查核的结果 然后到底查核什么 怎么查出来的 你调查了什么 是谁查的 公信力为什么可以建立 没有公信力啊 所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早就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那却是用国家的资源在支持他 这种东西不可以监督吗 当然可以监督 一定要监督啊 就现在是用所谓的新闻自由 在捍卫 华世跟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 在捍卫你所谓我们的台语台 那都不用管绩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或是新闻自由被钳制了 然后威胁说要开记者会 那当然这对立法院来说 你不要忘了他不是你敌对的政党 他们就是间接民意 他们是民众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本来就是要帮我们监督预算 定定法律 然后监督公部门的啊 结果现在不能监督吗 所以我不认为 两党的党鞭对于 专风家先生的攻击 是理性的 已经有超超超超超过理性的范围了 所以不需要把他妖魔化 但是他自己也应该要自行 是不是用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大旗 掩护了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而让真正的新闻自由没有办法兑现 而且也伤害了台湾的言论自由 这是我认为 专风家先生应该要好好的在这个事件 不管到最后 我觉得华市的董事会 可能未必可以扛得住两党党鞭的施压 可是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相信专风家先生应该会得到一个 自己沉浸的沉浸一下来之后 好好反思自己 反思自己才会有进步嘛 我觉得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应该是在这个事件里面 优先要被处理的对象 另外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已经很久了 甚至还有人问过我说 你到底有哪一些 现在绿营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曾经有加入过国民党的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黄伟哲就是一个指标 黄伟哲他在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在台大 他在台大的时间我跟他有overlap 我大一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大四了 那他到底有没有加入国民党 他是不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宪明 那现在促转会手上已经有完整的资料了 而这个资料也已经被披露了 所以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他曾经被吸收 大一的时候就被吸收 后来他参加农运 我记得这个农民运动的时间 就是当时在当时的希尔顿 在喜来登饭店酒店外面 有这样一个农民暴动事件 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二了 大二了 那人在法学院 就在徐州路 那当天呢 就有教授 我们就说 这个有今天有集会有行 然后教授还鼓励我们说 身为一个法律人应该要可以 就很近嘛 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就是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时间 黄伟哲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农民的运动 那他说他被监控 那现在就是说 他是不是还是持续是当宪民 你一定要加入这些团体 你才知道 你还是可以跟你拿钱的这个对象回报 这些组织在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大学经验里面 仍然是风声鹤唳的 那时候还没有解研 我一直到我的大二大三的时候 台湾才真正的解研 那大一的时候 我们本来还要出一本半刊 我们还设法去赚钱 帮人家抄信封 那时候有很多的 邮寄的一些广告传单嘛 那时候没有现在电脑print这么容易啊 所以都要用手抄地址 通常都是用电话簿的黄页 然后去手抄那个地址 后来有人就是用电话簿的黄页 用简的贴在信封上面 那也是可以寄到的 可是当时是可以用手抄信封 去赚一点钱的 这是我们大一的经验 那我们就设法去赚一点钱出来 然后弄班刊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访问了博洋 博老 然后在香港我们还去访问了金庸 所以我们设法想要出一本班刊 要讨论什么呢 戒严 结果快我们就被教官关照 所以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在电脑公司工作 那有一天就有一个调查局的电话过来说 他们要跟一个检察官来了解那个scanner 就是扫描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那时候我们是独步全球嘛 所以要来了解扫描器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那不是任何的案件 只是单纯要来拜访公司 那主管就非常紧张嘛 为什么会有调查局的人跟检察官 要来拜访公司 就推我这个法务 才大一才刚毕业的这个小女生 去应对他们 结果那调查局的人一进来之后 看到我就说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那个资料 他怎么会有我的资料呢 我大学的时候我怎么样呢 我大学我没有参加政党啊 那就连我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参加国民党 我也没有参加党外 我只是对于民主的意识 这些东西我可能去跑一些 民主前辈的场子 在台下听 有一些启蒙的一些教育嘛 就这样你也有完整的资料 然后还要告诉我 我就听嘛 那资料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有这些资料之后 其实我也很好奇 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料还给我 那是我的个资不是吗 结果你助转会 你还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我觉得3号也乖乖的 所以我觉得 绿营大概我所知道的非常多啦 海去了 所谓的海去了 就是说有多少人 曾经在你高中的时候 或是大学的时候 曾经加入过国民党 太多了 那不想去面对他吗 重点是你现在信仰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 就是你们当时加入过国民党 然后呢 其实你们现在的思维 还是国民党啊 那国民党为什么报这些资料 也没有人去用他 就是那你攻击的黄韦哲 对国民党来说 你不是自己在羞辱自己吧 如果黄韦哲曾经担任 宪明是这么的不堪 那你们到现在 还泡在国民党里面呢 所以这就是国民党 为什么提不起 拿不起放不下 你如果不跟过去的 中国国民党做切割 你永远很难 想说要重回执政 这是非常困难的 你如果没有台湾的主体意识 你在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元宇宙 这个何鱼卖酒的 这个事件里面 你如果不能 不能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得到自己的警惕跟教训 你永远拿不回执政权 而这对台湾来说 是不健康的 也就是说 Mina 他永远可以取得执政权 这个永续执政 然后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双手仿制 应该要修宪 让漂漂等职 通通都不修 拿到权力之后 就尽量享用 然后要限制合并 这才是应该要公投 由公民来决定的事情 他自己说要病就病 说不病就不病 说病就增加预算 扩大编制 然后整个没收了地方自治 这么不健康 完全没有人可以监督 那这个国家 怎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和谐的 快乐的 进步的 真正的21世纪的现代社会 不可能嘛 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新走入一个什么 真正的大和解 我们不可以只活在元宇宙里面 在社群网站上面互相攻击 然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然后去揣测对方 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张 你去一个咖啡店喝咖啡 你还去揣测说 坐你隔壁的那个人 他是什么政治主张吗 不然的话 你就要把咖啡怎么样 淋他一头吗 不可能吗 这是超级不理性的 那我们为什么在虚拟的空间里面 我们在社群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残忍的去攻击别人 真的不要这样子 不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非常的强壮的 经得起这样的一个摧残 日本的我们驻日代表的事件 一定要留下教训 所以为什么说 人是学不会历史教训的 历史教训一点都没有用 我们每一年 我们每十年都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 然后悲悯感叹 然后下一次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我们总是在错误里面可以怎么样 学到教训吗 学不到 所以上礼拜五 跟大家介绍《乌合之众》这本书 就是也是一种感叹 就是实情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世界 还有值得让我们开心的事情 我们不是为了政治而活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谁选上 谁不选上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讲实话 我们永远鼓励每一个人就是讲实话 我们针对事实我们来做讨论 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进步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 不是吗 所以当我们来讲 蔡英文的论文的真假的问题 他的学会真假的问题 无非就是求一个什么 真相嘛 你曾经年少失足 你犯的错误 难道不能用道歉来解决吗 可以 所以何余卖酒 可不可以用道歉来解决 当然可以 然后你还要去追究说 他是不是真心忏罪 这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要进行脑袋里面的思想审查的话 那又回到984老大哥了 不是吗 好 我们下一集见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请问一下 大家好,我們現在在浴室 浴室大概就是有淋浴間、浴缸、馬桶 然後有洗臉胎 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各種毛巾、浴巾的使用 就是你如果在浴室裡面陰乾的話它就會發臭 所以我其實長久以來在還沒有乾媽媽之前 我長久以來我就是不喜歡使用毛巾來洗臉 我大概都是用潑水的方式 或是洗澡的時候把臉洗乾淨 然後平常就用潑水的方式再用乾白巾把臉拍乾 那正好乾媽媽之後我就敢用毛巾來洗臉 那我介紹過了乾媽媽它的原理就是 把電能轉換成熱能 然後非常的節能 然後它因為有變壓器 所以是直流電 非常的安全 使用上面節能、安全是最重要的 它的使用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把它打開之後 包裝打開之後呢 就是一個魔鬼氈 然後掛在桿子上面 現在我手摸這個桿子都是溫暖的 它力量一直發出微微的溫度 大概就是五六十度 足以殺菌的溫度來達成 整個浴室也可以有烘乾的效果 那當然浴室如果你長期就是關著窗戶 沒有對外 那非常的潮濕 那為什麼它一點點的熱能在這邊發散 它就可以達成乾燥浴室的效果呢 就是因為只要有一兩度的溫度的差異 那水蒸氣水分它會往比較冷的地方跑 利用這種物理的自然的原理就可以達到 那如果說是一般 如果是小朋友啊洗完澡啊擦乾 那微微的濕潤的時候呢 把它鋪上去 那第二天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就是乾燥的 然後聞起來也是香的 那我通常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好幾層的利用 就是浴巾也一樣 有時候擦完頭髮它有點微微的濕 那並沒有弄髒它 所以我不會馬上把它拿去洗 我就把它鋪起來 好我就會這樣把它塞乾 好晾乾 那聞的時候 你一聞就知道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汗臭啊味道啊 只有你所使用的肥皂 或者是你使用的這種洗臉乳的香氣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這個乾媽媽 怎麼運用在浴室啊 你也會把我的水放進去 你會不會分析 再eras快一點 你沒幾個水分 الج玫瑞 你會不會做什麼 那雲天 也會不會裝在浴室不去 你會不會裝在浴室